发射大云王之后 普贤菩萨接着说 这都是他发言 世人灵命宗矢 最后刹那 这就是最后的一口气 一切诸根 细节散坏 这物质这个身体 分裂了 一切眷属细节原意 这个时候你不放下也不行了 家亲眷属 不是你自己的了 这一世的缘已经静了 已经综了了 一切威势 席节退市 你的威德 你的权利 也到这个时候综了 相福大臣 如果你是过往的身份 你的宰相 你的臣子 这是人事 这是人事 宫殿内外 这是你的财富 你的宫殿 下马车城 这是你的交通工具 都是最豪华 最殊胜 最殊胜的 珍宝佛藏 你收集的一些珍宝 古万 如是一切 无福无相随 没有一样是你的 这个时候 你知道了 原来 包括自己的身体 全不是自己的 有这个身体 你能拥有这一切 身体没有了 这一切附带的 全都没有了 这是告诉我们 四十真相啊 每一个人都不能避免 这个肉体 有生 一定有死 这是自然的现象 一年 有春夏秋冬四季 都在运转 都在侵流 止不住的呀 停不下来的呀 刹那刹那了 在变化 所以 佛教导我们 凡是带不去的 要放下 不要放在心上 真正能带得去的 这应该放在心上 你你不舍 这就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